大家好,我叫美琳,是弗莱堡文青的同学,九年级的学生。 我非常喜欢世界各国的文字和语言,学习韩语已经一年半了。 今天我想谈谈流动的词。 我手上拿着一个橘子,德语叫曼达琳,而我正在说韩语普通话,德语也叫曼达琳。 这两个词怎么那么像难道橘子也会说普通话。 更有趣的是,德语橘子还有一个说法是Affizina,意思是中国苹果。 这让我更加好奇,橘子的声色以及德语和中文的渊源。 我查了很多资料,发现橘子原产地真的是中国。 后来是阿拉伯人传到欧洲。 所以,橘子在荷兰,德国都还被称为中国苹果。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词,就是茶。 在全世界的语言中茶的说法这里只有两种。 一种像英语的T,另一种像茶。 这两种发音都来自中国。 茶这个字和语写法都一样,但是不同方言,读音不同。 明南话里正好类似T。 而明南语就是中国人海附近上的方言。 因为古代茶叶,全球化的路线,路上是走着路。 走的茶叶,说到这处几乎都叫茶。 比如尔文的茶。 英语是菜。 从海路走的茶叶,几乎都叫T。 比如荷兰,德国和美国。 你们看,小小一杯茶也能喝出这么多文化。 你可能会问,都是中国传到国外的词? 就没有外国词也想去中国吗? 答案是肯定的。 作为德国人,大家都说德语Deutsch。 但你们知道吗? Deutsch这个词,一百多年前就进入汉语了。 那就是通济。 听中国国,上海很有名的通济大学吧。 一九零八年,德文医学堂改名通济德国医学堂。 通济二字就是从Deutsch。 在上海话的谐音,而来寓意德国人和中国人同舟共济。 二零二年年的今天,我们经历了很多全球的挑战。 也更能体会命运共同体的意义。 最后就以这三个词。 祝愿大家一杯清茶, 皆享无益, 同舟共济。 谢谢!